你投诉我处理拿住宿券退钱 业者却要加这个手续费合理吗 台北市一名陈小姐向中生新闻来投诉 5月份的时候她在旅展刷卡买了一张 这是知名温泉民会馆的这个住宿券 结果打电话去订房 对方回答说现在暂停营业 要等到明年1月才会重新开放 消费者觉得全域受损想要退钱 但是这会馆竟然要扣百分之十的手续费 金额不大才4000多块 然后却要跟我收十几%的费用 我觉得是很不合理 拿着今年5月在旅展里刷了4000块 买来的温泉会馆住宿券 陈小姐气氛说 原本打算11月让爸妈去泡温泉 结果因为温泉会馆内部整修暂停营业 害她无法使用 向业者要求退费 没想到业者却要扣高额的手续费 就算是一般银行汇款也只要几十块而已 怎么会收到十几%的费用 算是我没有使用 而且我就是信用卡刷卡 退费的话通常都是全额退费 没有使用 业者还要求加收手续费大约400多块 让陈小姐很傻眼 事后她的发现 原来是温泉会馆违法占用山坡地 遭到拆除才暂停营业 今天是他们不能营业 所以应该是客户的损失 对啊 那他们应该是要赔偿 透入这个这方面的权而退费 实际来到位于台中普关这一间温泉会馆 工人们加紧赶工 赶在明年一月中重新一夜前整修完成 会馆副总说 因为当初违建被拆除 暂时停止营业 两个月来损失至少一亿元 她想要做一个推券 我们也不会说反对 但是这个票件呢 我们税已经全部都缴完了 那我们是不是能跟客人说有一个诉求是不是 你帮我分担一些税金上的一个分担 营业税的部分按照税法的规定 它是由业者向国家所寄付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跟消费者一点关系都没有 消费者无需与业者分担损失 应该由业者自行吸收 会馆副总也同意全额退费 只是原本打算花钱买个享受 却买到一肚子气 买旅游趁钱 消费者可多 比较顺选